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亡教育对人们克服死亡恐惧 缓解死亡焦虑 过好当下生活 心灵得到安顿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死亡教育应该如何开展呢 这些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般而言呢 死亡教育它不只是一门学校课程 它应该是社会相关组织或者机构 有系统 有计划 有目的的 对民众所进行的一种 与死亡问题相关的教化或者是影响活动 但死亡教育呢 主要还是在学校通过专门的课程来进行的 所以呢 我们先来讨论 作为课程的死亡教育 应该如何开展 作为课程的死亡教育的开展方式 与死亡教育发展历程当中的分化 有着力气的关系 死亡教育在发展过程当中呢分化成两类课程 一类是着眼于学理的课程 这类课程呢测重于对与死亡相关的科学事实和学术理论的研究 重认知领悟 另一类课程呢是落实于体验的课程 这类课程呢测重于让受教育者对与死亡相关的现象感同身受 并对这些现象呢进行思考 重感受反思 那么很显然 这两类课程的教育学呀是很不相同的 第一类课程呢比较偏重学术 课程内容可能涉及死亡哲学 死亡标准 死亡的生理过程 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身体与灵魂等哲学 医学 伦理学 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关系密集的内容 这类内容呢 常常有教授通过严谨的课堂讲授和逻辑推理等形式交给学生 让学生呢对相关的科学事实 学术理论等进行认知和理解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呀 适合学理认知力课程的教学方法 主要有传统课堂讲授法 PBR教学法 翻转课堂 微课视频 混合式教学等等 我们通过木课形式开始的这一门 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程啊 就采用了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的形式 但是线上呢以讲授为主 我们讲授的内容呢涉及到生命的诞生 生命的意义 死亡的判定标准 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安乐死与安宁疗户 死亡的尊严等等理论内容 第二类课程呢比较偏重生活体验 课程内容呢可能涉及人类生活当中的某些实际场景 以及生活实践 人际交往 绘画交流 心理抚慰 个人修行等等 这类内容啊 通常不太适合传统的课程解决方法 而比较适合由老师带领学生 深入生活现场 并亲自参与活动 以获得真切的亲身体验 从而造成内心当中更为深刻的思想转变 适合这类课程的解决方法呢 包括观看视频资料 情景模拟 现场参观 参与室调查 个人冥想 到养老院 或者是安宁疗户病房 做习工 照顾老人和病人等等 我在山大学开市的死亡教育课程 经常使用观看视频资料的方法 我经常给学生放映的影片呢 包括深海长眠 入恋师 生之狱等等 我把这些影片呢 在这里也推荐给你 你可以呢 在课下来观看 情景模拟呢 我也会偶尔的使用 比如让学生体验 如果自己得了绝症 还有几个月可以活的话 请他们写出自己的体验 以及最想说的话等等 还可以自己来写墨之名 由于教学经费 课食场地以及观念等等的限制 目前呢 中国大陆高校中的死亡教育课程 暂时以第一类课程为主 第二类课程当中的观看视频资料 情景模拟 个人冥想等等有所应用 但其他教学方法应用就比较少 除了作为课程的死亡教育外 对于广泛的社会大众来说 尤其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死亡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死亡教育该如何开展呢 其实死亡教育的开展可以布局一格 在媒体上发表文章 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 通过各种公众号来发表文章 传播视频都是可以成为 很好的死亡教育方式的 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可以开展更加有深度的活动 例如讲座 论坛 沙龙 以及工作坊等等 北京大学的王一芳教授 就是采用工作坊的方式 来面向医护人员开展死亡教育 这是非常好的形式 在工作坊内 王一芳教授采用讲故事 读手绘本 甚至捉迷藏的方式 让医护人员对相关死亡议题 获得真切体验和心理感悟 提升对死亡相关议题的深度理解 好 这一节呢 我们介绍了开展死亡教育 与常语的一些方式 开展死亡教育的方式 通常与课程内容的性质 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也与受众有关 那这些内容你都了解了吗